这场补选三月就要登场 高雄市的部分民进党最后决定征召请立委林戴华 那么原本坚持参选到底的前线议员蔡宽心 经过党中央协调之后 现在态度软化也决定退让了 林戴华为了展现诚意 今天亲自去拜访蔡宽心 以表达感谢之意 林戴华展现诚意 亲自跑一趟蔡宽心服务处 一开口就是谢谢 感谢蔡宽心放弃角逐立委补选席次 林戴华双手紧握蔡宽心的手久久不放 一边也向在场地方装脚求助一辈之力 原本蔡宽心执意角逐立委补选 扬言参选到底 就连背心都制作好了 还秀上立委参选人 只是党中央多方进行协调 最后蔡宽心选择退让 成全林戴华 蔡宽心耳提面命不断提起在地认同感 希望林戴华别只顾着冲选情 必须做好选民服务 林戴华口头答应 也让民进党在高雄立委补选中 顺利整合成功 三立新闻 土永泉 高雄报道 台中市新市政大楼起用 是政府